字幕索兰真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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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還記得我們上次改造的素人嗎 當然記得啊 那個藍眼妝那種印象深 沒錯 你一臉困惑 你是不是忘記人家了 我還記得 你確定嗎 是來演裝 這次的素人叫做布典 哪一個是他啊 這一個這一個 我覺得看起來蠻高挑的 好像曬了很多眉腿罩耶 對 所以就讓人家覺得 他應該是一個身材比例還不錯的 而且他感覺蠻懂穿的耶 都是一些主題怕的那種照片 不過妝就好像還好對不對 臉上的色彩就平淡一些 因為我在想說 你看他穿旗袍 感覺他說不定今天就真的穿這個來喔 對啊 我蠻想看的耶 他不會穿旗袍來吧 太熱了吧 我想看 就是感覺有主題啊 還是要穿一個吉祥物的裝扮 就是一個企鵝之類的 我自己覺得版他蠻大的 妝容上的話就真的蠻簡單的 嗯 蠻偷懶的 隔壁班同學 就連家女孩的班女兒 你是不點人 本人真的很嬌俏耶 對啊 我們剛剛看你照片還想說 你是不是很高挑 好 沒有啊 角度角度 所以你是每個月都有人生日就對了 沒有啦 我每個月都四五個人而已 大學生都這麼瘋狂嗎 大學生 沒有 我不是大學生了 你不是大學生 我現在已經28歲了 然後我有一個小孩 有小孩了 有小孩 我的天啊 太浮誇了吧 那你今天穿拉醬是希望要有搭配的主題性嗎 你那個表情看起來好像想說什麼 今天可以給一個夏日特場 黃果冰 黃果冰 只好來點什麼橘子汽水 橘子汽水好像 可愛一點 對 比較有質感一點 可以 那你應該非常期待今天的改造吧 對啊 因為想要看一下不一樣的自己 好喔 那就讓我們趕快進行今天的改造吧 像平常毛孔容易出油啊 這種在打底之前 我們可以就是幫助的人 夏天的底妝最大的困難就是 容易脫妝這件事情 其實在妝前的準備的話 我覺得控油產品是一定要是首選 有一點的毛孔粗大的問題嗎 覺得這方面的話在底妝前面 我們可以試著加一個毛孔修飾的產品 我們是可以先順著肌膚的紋理 那我們在逆向的把它用旋轉的方式 推均勻 那等於可以讓那個粉可以砍進毛孔 這樣那個柔膠效果會變得更好 那在於就是底妝的部分啊 使用粉底液啊 搭配像是粉底刷 有一個好處是 它可以避免粉底卡粉的問題 那也可以就是在額頭的部分 是順著肌膚的紋理去帶過 那到我們的鼻翼跟鼻子這邊啊 其實我們就是順著鼻頭順一下 然後在鼻翼的部分啊 其實就做一個 很像一個畫一個扇的動作 就是把它順到嘴角邊 其實這樣就可以達到一個不錯的柔膠效果 但現在我的唯一是 現在我的唯一 夏天其實顏色會建議可以比較清新清爽 那這一次的眼妝畫法呢 是採用上下漸層的畫法 第一個顏色是使用形色 是要讓我們的眼周的暗塵 先把它做個打底 第二個的話是帶點粉色調的 當然可以讓它的眼睛看起來比較溫柔 那畫的範圍的話就是剛剛整個眼窩的大概三分之二 那第三個的話是使用我們的主色調 就是橘色眼睛的大概三分之一的範圍 現成感出來的時候 我們眼睛就會自然的放大 那比較特別的是還有第四個 大家比較常出現的咖啡色的色調 這個範圍不建議不要畫太大 我點綴在我們的睫毛根部 跟眼線做結合 讓那個眼線有個自然的暈染感 那因為夏眼影的部分呢 有採用一個珠光點綴的方式 它其實創造出汽水有個氣泡的感覺 這樣的妝感畫起來就會很像即時汽水一樣 具有透視感跟清涼感 像平常那個啊 睫毛的部分啊 常常就是夾不起來 然後或者是塗了睫毛膏之後 到下午之後很容易就都塌下來了 可以發現到它的眼睛其實有點內霜 對於這種眼型的人會比較吃虧的是 它的睫毛會比較容易夾翹之後會貼在眼皮上 剛好它又是屬於眼皮容易出油的 所以它在刷睫毛膏的過程很容易 因為油脂的沾染之後 睫毛就會很容易變得往下塌 然後容易暈妝的問題 所以會建議像這種眼型的人 可以距離睫毛根部 往後一點點再去做俠俏的時候 可以讓你的睫毛撐得更久 那在腮紅的部分的話 就是像現在這個季節 因為天氣比較高溫 其實我想要打造的就是 高溫的時候 我們的皮膚會有自然透紅的感覺 所以我就用了微醺的方式 在它笑肌的高點 大面積的去做一個暈染 呈現出自然的一個透紅的感覺 那在唇的部分的話 也是一樣走同樣的一個橘色調 讓它整個的色系 看起來是比較一致的 協調感也會比較好 那因為要讓它看起來 視覺上有年輕活力的感覺 所以在唇線 我特別是用比較霧化的方式 去做云染 不要特別框的太過於俐落 因為這樣看起來的話 會變得比較成熟 那最後的話一個小技巧 其實在夏天的時候 果汁唇 它是可以在這個時候去做展現 可以透過一些唇釉 或者是護唇膏 在你上完顏色之後 在上面做一個提亮的動作 都可以讓你的唇部看起來更加的立體 而且會有水感的感覺 就很符合現在這個季節 這次是 她真的生過小孩嗎 展覽指數UP 清爽可口 真的覺得滿可愛的 俏皮的簡靈少女 完蛋 這是勞工要擔心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